大家好,今天帶大家來深水埗配水庫 排了很久終於又飛了 集合的方法就是在這間學校旁邊 去到那裏,職員會給你一張Label 接著就開始上山 這裏是陶經石結美健康園 之後就會見到主教山這三隻紅色字 我們沿著這條斜路繼續上山 三百多級樓梯便到 沿途見到的斜道是用來 運送一些物資去復修這個配水庫 我們繼續向這個方向前走 這個鐵閘就會見到書水庫本 這個綠油油的就是糖餅 它原本種了很多榕樹 因為榕樹太巨入侵性,所以就減掉了 而這些天窗就用來觀察糖底的情況 而這個排氣口就有了過多空氣可以在這裡排出去 介紹完之後,我們終於可以到糖底看看 以前在糖底檢查就是走樓梯 而我們的遊客當然會走這些闊落一點 我們就由破壞了的糖頂下來 一度到來就感受到震震的良意 這裏就是糖底了 原先這個地方是浸泡著水的 這個配水庫就是由一百零八支花哥銀支柱頂住 而深色地方就是當年水位去到的地方 而糖頂的部分都見到一條條橫線 因為它們是用木板砌成的 而這些不是羅馬的設計 只是用了力學計算 而造成的圓拱形天頂 而這個就是剛才天窗的位置 而上面的罐就是用來平衡不同光的水位 由於每塊石頭都有文化價值 所以嵌了下來的石頭都在這裡保存著 因為原牆生有流水的情況 所以在50年代建了水泥 長左支去流水 這裏就是九龍水塘的入水管 而當水滿的時候 大波就會浮上去水管 好像廁所一樣塞住入水 而外面就是多餘水的洩洪位置 而一個就是水塘的出水口 它放入些就為了能量當底的水都拿到 而下面的坑就用來抽樣檢查 食水品質用東西 又是時候要拍一下靈相了 這裡也有很多打卡的位置 最後上去也有職員 為我們講解這個唐的歷史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